当年拍《唐人街探案》时 陈思成邀请萧扬演昆太被拒绝 萧扬坚持非黄蓝灯不演 陈思成告诉他黄蓝灯有人演了 比你名气更大 你就别想了 萧扬不服气地追问 谁抢了自己的角色 听到陈思成报出的名字 他乖乖妥协 萧扬不愿演昆太 因为昆太这个角色非常油腻 演了可能影响形象 彼时萧扬刚从歌手转型 急需一部高质量的作品 奠定在影视圈的地位 他认为黄蓝灯这个角色很符合 一身西装风度翩翩的设定 让萧扬很满意 可惜黄蓝灯已经有了更好的人选 那就是出演爱情公寓爆火的好男人陈赫 陈赫国民好感度高 又有热门综艺 跑男 加持人气 陈赫和萧扬咖位悬殊 陈思成不会冒着得罪陈赫的风险 把黄蓝灯给萧扬 萧扬不愿放弃 非要演这个角色 还专门写了几千字的人物分析 来描述自己对角色的理解 他直白地告诉陈思成 如果不是黄蓝灯 自己就不演了 陈思成哄着他说 你先试试坤太这个角色的衣服 如果喜欢你就演不喜欢就算了 萧扬想的来都来了 试一下也不吃亏 于是换上了坤太的衣服 看见换装完的萧扬 陈思成眼睛都亮了 忍不住连连赞泰 你就跟我想要的坤太一模一样 剧组其他人员也对萧扬一顿吹捧 很快萧扬就沉醉在大家的赞美声中 终于答应演坤太了 拍摄时问题又来了 坤太在剧中的设定 是个黄牙中分头的油腻男 在乎形象的萧扬得知要弄大黄牙 立马不干了 他告诉陈思成 自己怎么说也是偶像歌手出道 不能太悔形象了 陈思成却坚决不改剧情 萧扬只能被迫半丑出镜 好在影片上映后大获成功 跳房势如破竹 萧扬牺牲形象换来在影坛一战成名 简直赚翻了 他和陈鹤的强强联手 为影片贡献了大量笑点 萧扬顺利完成转型 从此在影视圈开辟出一条 属于自己的道路 后来陈思成拍 《唐探2》时 又找来萧扬扮演Q组织的颂艺 得知这次还要半丑 把自己打扮得很邋遢 萧扬发飙地冲得陈思成大吼 你让大家评评理 到底谁有偶像包袱 你满脑门都写着 我是偶像4的大字 2019年萧扬搭档陈思成 拍摄风格完全不同的 误杀 影片上映后 观众被萧扬神乎其神的演技征服 他终于不再是 只会唱小苹果的萧扬了 拍 《唐人街探案》时 陈思成为选角发出海选通告 需要一个猥琐且自带搞笑的男演员 可消息公布后压根无人问津 毕竟没有那个男演员 愿意背上猥琐的名号 加上当时侦探类电影 在国内没有先例 也没有导演拍出过 这类型的成功作品 几乎没人给剧组投简历 陈思成找不到演员 愁得吃不下饭 叫上一帮好兄弟去酒吧放松 其中就有王宝强 很快大家酒喝多了 王宝强喝醉后放飞自我 陈思成看着他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 原来平时内敛的好兄弟 喝酒了竟然这么放得开 竟显男儿本色 陈思成当即邀请王宝强演 唐探的男主角 也就是那个猥琐又搞笑的唐人 王宝强听完陈思成描述角色性格 十分纳闷 毕竟自己之前从没演过类似的角色 他还追问怎么样才算是在酒吧放飞自我 陈思成认真的说就像你现在这样 听完王宝强回答一句 你知道的太多了就拒绝了 陈思成不死心 苦苦哀求王宝强 还承诺一定会找个大美女合作 设计很多亲密戏 王宝强这才答应 没想到进组后王宝强才发现自己被坑了 陈思成找来和他演戏的是佟丽娅 他确实美得倾国倾城 可他是陈思成的老婆 陈思成当然不会让佟丽娅和他演亲密戏 之后的剧情全被改成了舔狗欣慰 拍摄期间宋哲为了和马荣沟通感情 又给王宝强报名综艺 真正的男子汉 导致王宝强意外受伤住院 看这情况投资人建议陈思成换人 陈思成却坚持等了王宝强两个月 幸好最后他的等待没白费 王宝强在片中贡献了脱胎换古版的演技 成为全片最大亮点 陈思成和王宝强也结下身后友谊 在王宝强没钱和马荣打官司时 出手相助帮他渡过难关 唐人街探案中有三个最贵配角 出场五分钟拿走十万的圆华 出场两分钟拿走二百万的张子峰 以及出场五分钟拿走三百万的上女贤 2014年 陈思成找到14岁的张子峰 邀请他在唐探中扮演一个小女孩 之前陈思成看过张子峰在唐山大地震中的表演 一个八岁的女孩在看不懂剧本的情况下 能演出爱莫大于心死的绝望 让他十分震撼 开拍时 陈思成想要在片尾留个惊喜 给张子峰的剧本不完整 第一个剧本中张子峰是一个毫无心机的可爱女孩 拍摄前期一直很顺利 快结束时陈思成忽然又拿出一个剧本 让张子峰好好看看 按这个剧本再演一边 张子峰打开一看 越看越害怕 其实这是陈思成的小心思 他怕张子峰演不出人格分裂的感觉 才想到拍摄两个不同版本 拍第二个剧本时 张子峰都快崩溃了 尤其是最后标志性的冷笑 他一直拍了二十多条 也拍不出那种由阴冷变温暖的笑 他忍不住在现场嚎啕大哭 陈思成耐心的一遍遍讲戏 最终带着张子峰完成那个吓人的名场面 拍完后陈思成还对张子峰说 相信我妹妹 你这一笑肯定会成为很多人的噩梦 唐探一时陈思成答应给王宝强配个美女没对线 拍唐探三时 陈思成问王宝强和刘浩然 喜欢哪个日本动作女星 王宝强说了一个陈思成没敢答应 刘浩然也害羞地抱了一个 陈思成立刻同意 最后常泽雅美出现在唐探三中 大家恍然大悟 原来弟弟喜欢这种类型 而王宝强到底喜欢谁却没人知道 不过陈思成也很照顾王宝强 把常泽雅美的暧昧对象给了王宝强 弟弟很失望 唐探中 还有个出彩的配角 就是曾在扫毒中 扮演尖杀嘴断坤的马玉科 陈思成告诉他 陈和王宝强负责搞笑 你就负责半狠 谁知马玉科不按套路出牌 拍到绑走佟丽娅那场戏 马玉科本该在逼王宝强说出黄金位置后 被王宝强刘浩然打伤结束剧情 马玉科觉得自己的戏份太单调 别人都很无厘头 就他一本正经 于是他在绑走佟丽娅后 突然改戏向王宝强和刘浩然下跪卖惨 两位主演并不知情都看猛了 这个桥段在电影院引起观众爆笑 堪称影片的点睛之笔